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的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師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達馬尚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 今節就講一下 這個對華鷹派 就是德國的外長 貝爾伯克 他好像托錯大腳 為什麼呢 因為他 最搞笑的 《有則新聞》我也忘記說 就是德國的專機 是兩次發生故障 搞到他 被迫取消訪問澳洲 那麼扭 還有你不要忘記 德國 不是那些機械東西很厲害嗎 那些 你這樣也是等於拆德國招牌 因為 朱維胡 兩次故障 所以 貝爾伯克本來就打算訪問澳洲等太平洋國家的行程 以當時就搭普通的民航客機接返回柏林 政府專機故障頻發 不單使 令人留下 一個 技術方面謎團 亦令德國的形象嚴重受損 兩次 當然他心不惜 不來澳洲 這樣也可以通過視頻發言 原來 他就說 我們不可以依賴中國 就稱讚澳洲是抗中 而且 他在這個羅伊 研究所 這個就不是澳大禮戰 羅伊研究所的 這個視頻演講中 就警告 不要信任 北京 並且說 稱讚澳洲 懂得抵抗中國 澳洲人了解中國的經濟脅迫 好了 我當你是了解 但是 你警告澳洲人 不要信任北京 為甚麼 澳洲 經常都說 開回 紅酒市場 開回葡萄酒市場 給我們 如果不信任的話 你應該市場也不要進入 好像跟 連任澳洲政府 完全是相反的 是呀 這麼搞笑 在說前朝 是的 我真的覺得 你好像說 去年五月之前的政府 在說摩總 現在好像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真的不明白 我只是不明白 除了這些 對話 鷹派言論之外 他好像不懂得說其他東西 你說說學習抗中 你知不知道現在中澳關係緩和了 當然 你說當中還有沒有矛盾或分歧 是有 但是 現在這個政府 你好像停留在 年幾年前的政府 現在大家都知道 這個大家都有識出善 而且 中國也是對 很多的澳洲產品 解禁了 那怎樣學習抗中 你可以說抗中不需要抗到 抗中抗到中國解禁 如果是這樣 我總就不用下台了 當然你說 是不是華人票那麼重要 你說不重要 又說不通 因為事實上 他有些傳統的 選區 很多華人票都不選區 或者 或者投對家 或者直接不投票 現在他就說 好厲害 這個澳洲認識的 是 抗中 但是 你好像真的跟我們現在的現實差很遠 那麼他 就在視頻講話當中呼籲澳洲和德國 進行更密切的合作 由於德國政府的飛機 連續發生故障 所以他就說對不起 來不了澳洲 你應該檢討一下 為什麼這樣呢 現在他就通過 視頻 發表原計劃 的演講 講話內容 確實 是不容再 向後退了 他就說 鑑於中國政策 日益絕絕逼人 德國必須要求夥伴互相靠近 不過說真的 你在歐洲很遠 但是你不要忘記 澳洲的第利惑志和新西蘭一樣 相當特殊 是在印太地區的西方國家 你說到那麼大 去歐洲的話 始終都是那麼遠 隔了重山 但是 澳洲的話 他在整個印太地區 如果跟中國搞得僵硬是很接近的 你不要傻了 你試一下好像澳洲早幾年那樣的 降景 你看看你下屆選不選到 當然我相信他下屆真的選不到 現在看民調也真的相當差 另類選擇黨也比你 阿哥 阿姐 你們以前看不起政黨也比你 他就說 德國必須要求 夥伴互相靠近 當前 系統性競爭日益加劇的世界出現 一些專制政權 不單止用軍事力量 還用 經濟影響力 扭曲 國際秩序 說得很大 嘩 他比魔總更大 更加擴大 勢力範圍 但是你不要忘記 你在大西洋 你在太平洋 我不是說笑 真的是 真的是 而且 那麼遠好像他很關你事 好像你還是 迫切要求過澳洲和新西蘭 是的 比我們更緊張 他就說很多國家 將更多轉向中國 其實他這個左膠 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很強 他不看事實 不看現實 不看事實 總之 你就是洪水猛獸 你沒有改變 這個世界就糟糕了 共產黨和鐵板一塊 就鑑於此 德國和歐洲希望 那些決定 更加 密切合作的夥伴 因為雙方 都 從中得到 受益 而走在一起 你也懂得說 他也說了道理 大家都受益 跟中國對著幹有沒有受益 你看 德國的商家怎麼罵你 怎麼罵你們雙德 其實是雙克 貝爾伯克就呼籲 澳洲加強 和德國還有歐盟的合作 這是貝爾伯克的中國政策一部分 他就說 希望原則 不管用 什麼意思 什麼 不知道他說什麼 他就說 之前接受周刊訪問時 就說 外交政策有五個重點 他在訪問當中也說 一是要將價值和利益 融合在一起 即是價值外交 二就是重生 平衡和中國交易 對於他來說沒有中國 世界危機是沒有辦法克服的 他不相信美國的脫勾理念 美國也沒有說脫勾的 他沒有說過 他沒有說過 是的 拜登說過很多次沒有 耶倫 布林肯 也沒有說過 哈哈 貝爾伯克 就了解中國經濟重要性 我們不能夠 亦都不想一夜之間 撤斷這種關係 但是希望原則是不管用 當 中國不遵守國際原則的時候 我們必須保護自己 在我們最脆弱的地方 我們必須減少依賴 否則就不能夠進行合作 其實 如果你這麼說 在脆弱的地方減少依賴 減少了會怎樣合作呢 我想問 你不是在那些地方 你覺得依賴為什麼不可以看作是合作呢 你做一點我做一點 當然他當然可以 你很正面地看就合作 現在你要抗中一下 就依賴 是啦 當中國不遵守國際規則 我想問一下什麼國際規則 我都說過其實你們西方人 就整天把自己那些就當成 只是一條鐵律 不遵守你的 就全部用西媒寫衰你 抹黑 第三就是支持 烏克蘭的自由戰爭 第四就是限制 什麼 限制移民去歐洲 你不是左翼人士來的嗎 究竟你是什麼人來的 這件事我真的覺得 我是覺得 很驚訝 左翼人士不是應該說幫一下移民嗎 你真的 其實你這樣看都是正棍 很明顯 其實露底了 其實也 第五 你也說過 一個經常說 制約付傾義務反過人 結果 就好像有汪先生 錦華玉 EZ頭用公家錢用最多 第五 是通過文化政策 為國際 互相理解做出貢獻 你有沒有理解 有沒有理解過不是你陣營的國家 貝爾伯克 貝爾伯克 現在我是為外交提的結構 當然他說 金磚國家 他也是 好搞笑 金磚國家不想受到西方統治 貝爾伯克 為此感到憤怒 這是柏林日報 你有沒有搞錯呀 你真的要他們一輩子做你們的殖民地 對呀 露益嗎 金磚國家現在正在討論烏克蘭的和平問題 是叫做一些 用自家貨幣 即是用少一些美金的方案 但是 德國 如果柏林日報 屈你你就說出來 但是他好像沒有這麼說 柏林日報就說 這個德國綠黨籍的外長貝爾伯克 對新興國家的 會議沒有 熱誠 亦都沒有什麼熱情興趣 哇好滅視呀 那麼他就說 如果金磚國家 是跟普京合作的話 那有什麼用 哇你真是 我猜不到你 猜不到你 因為左翼人士 左翼人士 你真是嘔心呀 印度呢 雙克之一 你的 好黨友哈貝克不是都去了印度嗎 印度也有 都是金磚國家 也有跟普京大帝合作 經常 是的 當然 普京同時在 真正意義上 是 狂轟糧糧食協議 巴西和南非等國 亦都會受損 令貝爾伯克 頭痛的就是 現在 他說 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多國家 想加入金磚國家 你看看你什麼嘴唇 就知道為什麼 他亦都說 我都不明白的 沒有什麼興趣 你不用擔心 沒有什麼興趣 但是人家真的有 有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有興趣 專家就表示 如果 沙特阿拉伯 加入聯盟的話 金磚國家的意義 更加重大 現在沙特阿拉伯 加入 你不要忘記 你們都要求沙特阿拉伯 拿油 阿治阿 就說了莫洛 當然德國 他說的 都是 很搞笑 他 就展現出來的 好像是 不斷地撥人家要對抗 法國 很高傲啊 這位阿正 他就贊你 你們好東西 以前對抗 你繼續這樣做 但是你沒有理解到 現在究竟澳洲發生什麼 是的 他很多東西都跟回美國 你要知道澳洲 他就算買什麼買什麼 他都是 澳洲和美國 都很少說直接對抗中國 反而你經常掛在嘴邊 你真是可惡 是的 美國還說我們搞那麼多東西 都不是為了 壓制中國發展 貝爾伯克 他說的 就是 很想善別人去對抗 其實他的 這種 意識形態一直都沒有搞什麼 最搞笑的 他既承認中國是德國的合作夥伴 同時也揚言 中國對德國 形成了挑戰 他要求澳洲減少和中國合作 你知不知道我們 有多少東西買給中國 你知不知道貿易佔多大 你給錢 你自己 中國幫你買少點東西 你看看你經濟現在怎樣 你真是想我們一起陪你一起去 想我們一起跟你 陪你一起落落王泉 那麼他就說 你和我們德國建立稀土和 是 李礦石等等的資源供應鏈 其實也是有 小小 長腳的意思 貝伯 亦都和 澳洲 表揚澳洲 在對華去風險化過程當中發揮榜樣作用 就說 在澳洲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你在澳洲身上學到很多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學一下澳洲之前怎樣失敗 這個魔種政府怎樣失敗 現在要靠 工黨政府去撿好他 會不會暗示了他的前景都相當暗淡 是啊 如果 發揮 作用的話 發揮榜樣作用 為什麼現在政府 是 不像以前魔種政府那麼硬 包括現在 達頓 我們前內政部長以前很硬 他都沒有以前那麼硬說話 一知道選票 原來如此 失了那麼多選區 他說的去風險化模擬 就是 幾年前 中澳之間的貿易磨擦 但是當時 中國的反制措施也很多 還有很多 這些 不同的措施 導致澳洲 很多產業 為 前政府付出沉重代價 這樣叫綁養 如果是做得對的 為什麼他現在叫中國拔走那些 是 禁令 如果是對的 中國可不可以拔走 這個葡萄酒禁令 還有之前 不是把兩個關稅拔走了 為什麼那麼開心 你拖大腳也看看現在發生什麼 這個三黨聯合執政的德國 在對華政策上也不少分歧 其中最反華最激烈的就是兩位雙客 來自綠黨的兩位高官 一位就是 哈貝克 一位就是貝爾伯克 貝爾伯克 就是 大放缺詞的同時 同樣是綠黨出身的副總理哈貝克 已經依照 一些人的意思 其實他自己的意思 跟美國佬 就打算推動審查對中國高科技投資 但是索爾茨希望適事寧人 彌補各方的分歧 不要影響中德關係 其實他最擔心的是什麼 商家佬 如果你好像台北一幕邏輯 就麻煩了 現在你賺少了錢 是好事來的 出口錢少了 中國是好事來的 因為減少了依賴 那河巴是不是也少了 你給呀 現在已經變成 歐洲病夫了 再減下去還得了 像這個老赵所說 如果德國那些 沒有人想 上架沒有人想 你真是吃猛烈 如果德國那些企業 全部沒有中國的貿易 是不是你養他 好像是芒果 你養你哪位呀 你哪位呀 你知不知道他養那麼多巨企 是的 你知不知道他養多少德國人 這些巨企 吃猛烈 是的 浪漫了 還有在這個月初 中方就宣佈 重新進口澳洲大麥 兩個國家的關係 是有迴亂跡象的 目前 澳洲雖然在軍事上 跟美國 你說話是不是 跟美國也是 但是 經濟上 其實澳洲也知道 在經濟上 跟中國脫歐是多麼嚴重的 澳洲有沒有那麼蠢去風險化 不是 賣少許鐵礦石給中國 有沒有 沒有 是吧 當然你說 我們跟你的結構不同 不同就你不要亂說 澳洲 賣很多資源 澳洲的資源 對全世界來說都很重要 德國當然是沒有這樣的 歐洲大陸的 該滑都滑了 一塊那麼古老 那麼多國家地方 我們新世界就不同 有很多貨 其實 相信澳洲就不會那麼傻 澳洲就不會那麼傻 之前 澳洲也敦促中國 取消 葡萄酒關税 農業部長更加說 我們願意談判 不想去WTO申訴 都是釋出善意 怎麼好像你這樣說 其實他是很適合 陸媒 他說話好像陸媒 有沒有發覺 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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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國會很喜歡報導他的 是的 是的 因為夠硬 放置德國自己也需要中國企業 投資 比如 中企在德國 建立電池 研發和生產中心 會說不要 我不要 那你就不要 是不是 反正匈牙利也有一個 其實這個基地 每年 將為最多50萬台電動車提供電池 並且創造2000個工作崗位 即使 德國和澳洲 加強鋰礦石的供應合作 也免不了和中國打交道 為什麼 因為 你們拿這些鋰 不是全部都可以在西方國家搞的 你們什麼環保法律 是吧 再加上 之前 大眾等等的德國 巨企 已經和中國的車企合作 推動 是數碼化轉型的 很明顯貝爾伯克口中的減少和中國合作 可以 但是損失慘重 那你說不介意 那你說不介意 那些選民都不介意 是不是 都不介意 投走你 是啊 不介意他選不選到 那就投走你 應該很介意他選不到 其實從 目前來看 中德之間的共識 都是多於分歧 如果德國這兩個雙客 德國政府因為某些政客操縱 而亂了陣腳 導致 關係破裂 這個老牌的發達國家 恐怕都是更加嚴峻 現在你已經被人稱為歐洲病夫 那之後會怎樣 傑傑估傑傑 自己想 是吧 好 這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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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